新經濟時間來看到市場押注央行 接下來可能要大幅升息 也推升黃金的價格了 後續市場的趨勢交給浩婷 好 我們今天談到的是避險工具黃金 不曉得你有沒有這個金條在手上 或者是有黃金存折 我們先一看現在市場預期說 美國的連轉會明年的上半年 很可能會降息 水晶價飆到了歷史的高點 事情發生是這個樣子 連轉會其實過去的升息的循環 有沒有可能出現降息 很可能是明年上半年的大事件 但是在4號的這一天 黃金線貨的亞洲盤每盎司 觸及到了2135美元 也破了2100美元的大關 創了新高 所以其實先來看看 低點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9月份那時候大家認為說 會不會就這麼一直升息下去了 所以金價重挫 現在大幅的反彈 那麼10月初 因為有這個尾巴衝突 所以避險工具的角色又出來了 金價就開始回升 今天如果你是到營樓去 你買一台錢的黃金 要7800塊的台幣 但是如果你有台銀的黃金存折 每一公克每一公克去買 大概2070元吧 稍微比昨天便宜一點點 但是過去這三個月 我們先來看 買盤跟賣盤都是出現觀望 因為10月份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金價好像要飆起來了 所以買跟賣都增量 大概要兩倍跟三倍 但是11月就是過去的這個月 到了高檔 有些人會賣來獲利 所以也比較保守一點 這個月還是維持保守 因為買盤縮手 但是手上有黃金的人 希望賣到更好的價位了 但是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黃金金價的飆升 有些的業者 他們就業績吃補囉 包括像是專門做 貴金屬回收的 加龍 金益頂 還有包括光陽科 業績都不錯 但是今天業績都是出現 高檔回落的狀況 我們提到的這個加龍 它貴金屬的銷售占比 達到了90% 就是最大的黃金飆升的 受益的廠商 新話 而美國聯準會 一連串的暴力升息衝擊 依舊傳出 歐美商用不動產 不斷的暴雷 甚至銷到了他們的行庫 交給浩婷 好 這個部分我們來看到 升息你就知道 利息的壓力是很大的 歐美商辦受信暴雷 為什麼我國的四個銀行 也會受到影響 關鍵營運就是 從去年的3月份開始 美國聯準會暴力升息21碼 所以現在去查了 有8件的歐美商辦的受信案 也就是貸款給他們 現在出狀況了 導致我國的四家的行庫 損失大概是數十億 名單就在這邊了 最左邊的是第一銀行 再來就是張銀 趙鋒銀也有兩筆 台銀有一筆 現在就是要配合借戶來協商了 有三個面向 包括討論展期 或者是債權重組 或者是出售 你要等薪買主 很可能銀行就要增提呆帳 那麼最後看到了這個狀況 就是壓縮獲利了 所以現在其實在美國 還有包括在加拿大 以及在英國 都有這樣子受信案爆雷的關係 那麼幸好我們國內的 這個公股行庫 對於大陸的負險 是比較降低了 在當地做了一些 這樣的一個融資案件 金額大概是2143億元 佔比大概就是12%了 所以現在會加強對於大陸的 受信業務 代後的管理也會加緊的去看 管控客戶投資大陸的風險 這是在歐美商辦 受信業的風險觀察 產業消息 市場傳出台積電 明年的資本支出要縮水了 但是業界說不見得是壞事嗎 好聽 好 台積電今天的股價 小跌了4塊錢 收在570元 未來台積電是好是壞 很多人都會去看 這個現金流動表 還有包括資本支出 縮水怎麼辦呢 現在就是有些的這樣的聲音 說因為台積電 部分的先進製程 它的基台設備 是可以共用的 那麼先前的預算 低延到今年 因為今年還有一個月 今年動用 所以會不會明年的資本支出 就下滑了 有沒有可能降到280億 甚至是300億美元呢 現在外界預估了說 假設低於300億美元的話 很可能會是 4年來的新低點 其實今年在10月份 台積電的法說會 就告訴大家了 今年全年的資本支出 大概320億美元 所以大概280 300還是320呢 大家都看 台積電只給大家一個答案 明年1月的法說會 公布為主 大家就不要猜了 那麼現在業界 至少看到這個方向 總體經濟的前景 是很多的變數 那麼投資放緩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資本密集度降低 是不是就代表 開始收割投資了 有力加快 調升企業配的金額 因為現在台積電的企業配 大概是3塊5 這是確定的 大摩也說了 明年如果台積電的毛利率 跌破50%的話 他們認為呢 平等是不會降的 是優於大盤的 但是股價就小降了 降為688元 這是今天的 財經數據報告分析 股會雙殺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 觀察動線之下 最新的消息 也邀請您下載 TVBS新聞APP 從裡頭獲得更多 更新的新聞快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文財政策 復元 節日報 COME FP 4 增加 5